你说吧 有什么条件 很简单 我要你离开许与轩 跟我在一起 接受我的提议 其实对顾总来说 是双赢的选择不是吗 不仅保守的秘密 不仅保守的秘密 还可以得到TB集团和TB杂志 所有的支持 感情对我来说 不属于可以交易的范畴 如果你想以此为难我的话 那我只能悉听尊便了 没意思 早就猜到你会这么说 只是我就是不甘心 万一你选择我呢 不过想想 你要是真选择了我 可能我会看不起你 谢谢 不用谢我 从一开始我就只是试探一下而已 我林婉宁的骄傲 不输你顾炎成半分 还是林婉宁的风格 从小到大都没有变 那可不一定 顾炎成 无论从家事 学历还是个人成就 我都足够优秀 从小到大 我都觉得只有你才配得上我 也只有我才配得上你 可是没想到 你这么没有眼光 既然没有爱上 太出乎我的意料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拒绝了我 真是让我一笑大放 抱歉 就对范妮请吧 就当做是道歉 从此以后 我们就是朋友 婉宁 当你的目光 不再追随我的时候 你一定会找到自己的幸福 会的 也祝你和徐雨萱 永远幸福 哈哈哈哈哈哈 oops 哈哈 哈哈啊 哈哈nh 哈哈 干什么看 没见过别人哭 见过 没见过哭得这么好看的 走吧 林总 我送你回家 现在肯定很多人在笑话 我想回家 那你想去哪儿 我陪你 我要放纵 你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顾艳成吗 因为他很优秀 只有他才配得上 如此优秀的我 我们用门当附队 所有人都说我们是天造地寿的一部 所有人都说我们是金彭玉 你说 他怎么就能不喜欢我 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 林总 别喝了 别管啊 你哪里都好 我觉得是他眼光不好 我觉得是他眼光不好 对 你说得对 顾艳成这个人就是没眼光 你知道吗 他宁可让我曝光他不能雕刻的秘密 也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不能雕刻的秘密 不能雕刻的秘密 我在我Google那里看到了顾艳成的诊断书 上面清楚说明了顾艳成再也不能雕刻 不过我答应他 要帮他保守秘密 所以我只告诉了你 你不许告诉别人 听到没有 好 我帮你保守秘密 对 林总 我去上个厕所 你自己可以吧 你好 你好 做一个采访可以吗 谁啊 我是周刊的记者 想给你做个采访 你刚才说的顾艳成不能雕刻 是真的吧 关你什么事啊 走开 简单做个采访吧 您说两句 说两句吧 放开我 你别走 放开我 你谁呀你 你谁呀你 我记着做个采访怎么了 赶快滚啊 咱们滚报警了 你没事吧 那人是谁呀 那人是谁呀 我们记者采访我随机 记者 快走 林总 去哪儿 下一场 我们换个地方 这儿不安全 走 走 走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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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这前辈不醉的技能 我肯给机场啊 而且还是一份就到 必须喝 不然我就把你给轰出去 赶紧的 不 这也差不多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做公开我 明天我要嫁给你了 要不是你 我 要不是 宜妖 当初先遲当的时候 你让我 心疼 怎么样 有没有被我的歌声给震撼的 确实有点 说点重肯的评价 唱歌这项技能 在林总众多的才华中 算是普通的 你这个 是在夸我吗 肯定啊 当然是在夸你 这么精致不像呢 你怎么会觉得我唱歌不好听呢 我在给你唱的时候 给我好好听着 林总 你累了吧 你要不喝点水这儿的嗓子 行 我唱歌都是肤腔发声 不会累的 给我 林总 放开 放开 林总 放开 给我 你再不放开我咬你了 你敢 没有我林婉宁不敢做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 我可是有仇必报的人 你这么咬我 我可是为报复他 受派的地区 都可能不行 也 Ernst 在这儿 我又不敢做 我跟你说 好了 现在扯平了 以后不早了 我该回家了 你不唱了吗 不唱了不唱了 真不错 真不错 闻姐 这大半夜的 你吓死你老爸呀 怎么样 爸 好看吗 好看个啥呀 血本蛋糕 你怎么能这样子 说自己美丽可爱 又迷人的女儿呢 这得分实际啊 你要是去相亲呢 那就是可爱又美丽 可要是一个单身狗 在这儿孤芳自赏 那就是可 可怕 爸爸问你一个事啊 这李阿姨的侄子 见还是不见 不见 闺女 是不是谈恋爱了 爸 我谈恋爱的话 我肯定会告诉您的呀 爸跟你说啊 你和谁谈恋爱 爸都不反对 可千万不能是 那个谷延长 为什么呀 他 他其实 人还挺好的 你不懂 这老男人第六感 是最准的 爸爸就觉得这小子 他不靠我 他第六感 我看您哪 这就是典型的嫁女综合症 任何爸爸 只要看到有男人 接近自己的女儿 那绝对就是觉得 人家有所图 那是 哎 我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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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见过人 我睡觉了 我会喝牛奶 走走走 上去吃啊 好 晚安 走 送你一个晚安文 梦里见 是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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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吻 梦里见 我 喂 你在家还是在花店 我们一起吃饭吧 我在家 你不舒服吗 没有 我就是有点肚子疼 肚子疼 胃痛吗 家里有药吗 叔叔在不在 我带你去医院吧 我爸出去了 没事 我可能就是 昨天运动量有点过大 我今天休息休息就好了 那怎么行 必须得去医院 我现在就过来 真的不用 我可能就是 昨天运动量太大了 我在家休息休息 喝点热水就好了 好 那你喝点热水 这个人怎么我说喝热水 就真的让我喝热水啊 生气了 再也不想理你了 谁啊 谁啊 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都这样了 我怎么能不来 刚刚你挂我电话挂得那么快 我还以为你不管我了呢 难道是生气了 当然生气 我都打算不理你了 那现在呢 还打算理我吗 我呢 也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 这次呢 就算我错怪你了 来 那赶紧把药吃了吧 嗯 姑娘 给你爹开门 快点 雨萱 快点 拿着菜呢 你跟我走 跟我走 走走走 雨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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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出什么事吧 雨萱 你躲在这儿 别出事 好 开门 来了吧 再敲门都要坏了 怎么半天不开门啊 出什么事了 没事吧 爸 我刚换衣服呢 睡到现在啊 你个真能睡女 把你爸手都敲藏了 坏了 昨晚忘放冰箱呢 浪费啊 爸 我今天特别不舒服 要不然今天您下厨吧 来 跟你说多少回啊 要吃早饭 要吃早饭 会得胆结石的 就不听吃的事 行行行 我给你坐 你老爸女儿奴啊 老爸是陈璀璇最好的老爸 休一觉 走走走跟我走 走 你吓我点声 这就是金针 还是红烧啊 说说你好 爸 这是个误会 站住 我也不好 我说清楚了 回去 不说清楚把你红烧了 我说清楚把你红烧了 站那儿 我分开 来 好好解释解释 到底怎么回事 爸 还送小礼物啊 爸 别让我 你别来 挺会拍马戏 怎么是这个 这什么呀 怎么会是这个 小伙子 你要买什么药 我 你好 我想要那个女性用的药 女性用的什么药 就是那个 昨天运动量太大了 我女朋友早上起来不舒服 那你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阿姨是过来人 知道你想要啥 你想要点好点的还是一般的 都要最好的 最好的 好嘞 上个啊 叔叔 事情 就是这样 医生 你偷偷和她好就算了 怎么还弄出人命来呢 你说话呀 你给我解释 行行 你别说话 你是男人是不是 男人就得有担当 你来解释给我听 叔叔 我对雨萱 我是真心喜欢雨萱的 让你解释药 不是让你解释这个 我都跟你说了 你和谁好你都不能和 你能说出这句话 算你是个男人 那后面怎么办啊 雨萱我跟你说吧 怀上了 就必须得伸下来 还没结婚是不是 喂喂 听我说喂 那必须赶紧考虑啊 孩子得报户口 不是不是爸 你真的误会了 我真的没有怀孕 我今天还生理期呢 那买这个干什么呀 是因为我今天肚子疼 然后他去帮我买药 结果买错了 这是个乌龙 那我还误会你们了 不对 你肚子疼 那他为什么给你买药啊 你为什么要偷偷摸摸 把他藏进来啊 他还说他喜欢你 那你们不就是谈恋爱吗 对 爸 他就是我男朋友 你 你才和我说啊 你说你不会背着我谈恋爱 你说你谈恋爱 你要告诉我 你不会瞒着我 都是要嫁出去的女儿 跑出去的时候 我老薰家的闺女 还没出嫁呢 他肯定告诉我快过来了 爸 你就别伤心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不告诉你的 是因为 您之前对他印象不好 我想着让他过来讨好讨好您 再告诉您 你是我爸 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 最亲最亲最亲的人 我怎么会胳膊肘朝外拐呢 是吗 叔叔 很抱歉 今天让您以这种方式 得知我们的恋情 但是请您放心 我对雨萱 是真心实意的 而且 我不只是把他当女朋友 更是把他当成是我的未婚妻 你跟我说实话 你到底有没有怀疑 真的没有爸 你真的喜欢他 既然你们两情相悦 我也不是 放大鸳鸯的恶人 但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 叔叔您说 你养了他这么大 你得对他好 你要爱你 我要照顾他 你可不许欺负他我跟你说啊 我不管你什么家庭背景 你敢欺负他我活了老命 我跟你干 叔叔您放心吧 以后 我只让他欺负我 嗯 这也差不多 叔叔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站住 不是都说没事了吗 嗯 都一价人 这件什么卖 真的办法 还有啊 这鱼血清真还红烧啊 我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林总 早 我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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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你心甘情愿 我心甘情愿 你心甘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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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甘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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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你来干什么 你没有工作吗 我就是来工作的呀 你这照片需要林总确认一下 帮着吧 照片我看过了 都可以用 林总 你是在堵着我吗 我堵着你干吗 那就好 我还以为林总怕我呢 我怕你 赶紧工作去 等等 怎么 林总还有事吗 我警告你 所有的事情都不准说出去 是哪件事啊 是林总失恋的事 还是林总喝多了讲故事的事 还是唱歌五音不全的事 还是最后 你还我我要你的事 每一件 都不可以说出去 好的 我的总裁大人 我该怎么办啊 我该怎么办啊 哎呀 你这样啊 真不用送啊 你们两个都忙 好不容易休息天 司机师傅也辛苦 真不用送 我坐个大巴我就回去了 叔叔 已经安排好车送您了 您就放心上车吧 我们都是一家人 嗯 爸 你这大包小包的 做大巴很辛苦的 好 那可别谈恋恋爱 把你老爸给忘了啊 爸 我怎么会把你忘了呢 其实 你可以多留下陪陪我的 我要常留着 你怎么谈恋爱啊 这点道理你们家老徐 还是懂的 照顾好自己 还有你 照顾好他 叔叔放心吧 行 你们别送了 回去了啊 事我辛苦啊 爸 到家打电话 赶紧回吧 打电话 赶紧回吧 叔叔再见 老婆 女儿长大了 也有了好的归宿 就放心吧 真是 现在被他传染了 不会我也变成一个强迫症了 你是在说我吗 你怎么走了没有声音啊 像个鬼一样 我看是你心里有鬼吧 我心里哪有什么鬼啊 不要 万一被杜叔叔看见怎么办 杜叔叔已经下班了 我现在只想要你 好吧 你说的没错 我心里果然有鬼 有个大色鬼 雨萱 你知不知道 你不在我身边的这段时间 我有多想你 很想我心 顾先生早安 我在等你吃早餐 所有部门帮忙联系 现在立刻想办法解决 必须找到合适的替换者 好了 林总 我们立马联系 小曼 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别提了 下期的封面人物 不是那个独角兽公司的 齐飞齐总吗 本来都说好了 今天来拍封面和内页图的 谁想刚刚突然跟我们说出国了 得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 那如果今天不能拍图 那咱们下期杂志封面 那不得开天窗啊 行了 别跟这儿吐槽了 抓紧时间找吧 喂 袁总 您在外地啊 那行 没事 没事 等您回来咱们约吃饭 好 拜拜 真是水腻吗 怎么这么费啊 进来 林总 是你啊 我现在没有空管其他工作 你晚点再来吧 我不是来跟你聊其他工作的 我帮你联系到一个人 他说让我们准备好了 他来的就能拍 你能联系到谁啊 你别管了 反正很大牌就对了 他来的就知道了 这个人我就不用给你介绍了吧 够不够大牌 顾总不是一向不接受采访吗 怎么今天 你们俩很熟吗 顾总 不 姐夫 咱俩这关系可不能暴露啊 这样老板才会决斗浓一枪 不然 他又会决斗在走后门啊 没问题 挺熟的 之前少姐推荐过 我的邀请顾总言辞拒绝 一个小小的摄影师 却让顾总放弃了原则 难道顾总 还有别的喜好 他挺有才华的 而且 我们也算是朋友 对对对 朋友 朋友 对了 顾总不愿千里抽出时间过来 咱们就不要耽误时间了 赶快开始吧 既然你们这么熟 那就你来拍吧 我 真的吗 你真的相信我的能力 连顾总都欣赏你 你今天又帮了公司这么大的忙 这个机会应该给你 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顾总 请 来 三二一 可以吗 可以的 不错 很帅啊 没想到她的能力 倒是挺让我惊喜的 顾总 顾总 我这边可以了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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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林总 我这边可以了 您可以采访顾总了 顾总 请跟我来 嗯 爆料 顾市总裁不能雕刻 掩盖秘密 长达五年 怎么这么看着我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 我在我姑姑那里看到了顾炎成的诊断书 上面亲属写着她再也不能雕刻 说两句吧 说两句 放开我 那人是谁啊 什么记者 采访了我神经 记者 林总 这事确实是你说的 不可能 什么时候 顾总 我确定林总绝对不是有意的 她那天跟您吃完饭之后 太难受了 所以去酒吧喝点酒 吐槽了一下 谁知道碰巧不巧 于婧跟记者 可能听到了我们之间的聊天内容 她还跟踪林总来着 又赶跑了 那天的事 林总真的是无心致志 真的 我竟然什么都跟你说了 郭远程 对不起啊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明明都答应你了 没事 目前来看 顶多算是谣言 对了 你们杂志 有社交平台吗 有啊 既然 我今天都来做采访了 不如顺道做个回应 我的顾先生 卫星也骂了这个 卫星 买了好东西 怎么都不告诉我 怕我问你要啊 白得的 等着还回去呢 别人送的 是个男的吧 还不是顾艳成身边那个花花公子送的 非说是公司福利塞个 莫名其妙 公司福利不应该吧 前几天顾艳成送了我一套一样的 这个应该是他们一起买的 这些男人可真会省事啊 这么看来 少姐不会对你有意思吧 不可能不可能啊 我跟那个什么都没有 我就随口一说你这么激动干嘛 搞得跟你们真有什么一样 没有没有 我就是不想跟这个花花公子联系在一起 别听那无聊的人了 赶紧干活吧 卫星我都干了一天的活了 我能不能休息一会儿啊 辛苦你了 你在干活儿吧 爱你啊 摸摸大 嗯 据本社记者今日了解 顾氏集团总裁顾艳成现已不能重新拿起磕刀雕刻 之所以无法雕刻 原因是五年前发生了车祸 这 太过分了吧 这些人怎么可以随便抱别人隐私呢 真 真是假的 假的 他已经好了 哎 你干嘛 不行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这说走就走 哎 小仙女 你怎么来了 我看到新闻了 这件事情怎么会被曝光的呢 顾雁成呢 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没接 他中午有事先出去了 先用我发给他过来 他只回了我三个次 交给我 所以啊 既然老大都发话了 你也就别担心了 好 那 我先回去了 顾总 有新闻曝光 您这五年来一直在隐瞒自己不能雕刻的事情 对此 您是否可以做出回应呢 你回来了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你怎么睡在这儿啊 我在等你 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我刚才看新闻了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有 问题很大 那怎么办 有你 就没什么问题了 我 我能帮你解决什么 我现在很饿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你怎么会做的 我现在很想坐 你怎么睡醒了 你自己的心理 感谢观看